你吃饭呀 你听见没有 吃早餐 刘洪亮 吃饭 你听见没有啊 听见了 你先吃吧 我说你等我玩冷暴力是不是啊 什么叫冷暴力 不懂 不懂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现在这表现就是冷暴力 你回忆一下 你这几天你跟我说话有有三句没有 而且每次都是拿鼻子哼 都不正眼看我一眼 干什么呀你们呢 原来咱俩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 不是聊半天呢 聊累了才睡了 你现在一上床你把屁股对着我 我告诉你 你们这 你们都是烦我 我知道我跟你说 你要再这样下去 我就我就 我离家出走 我告诉你 我让你找不着 我那个时候你就全想我的好 我就让你后悔死 不吃拉倒 自己吃 如心真的就这样离开了我 我原以为一纸离婚协议也不过如此 很简单 但当我签上字以后才明白 要想从心底忘记一个人 真的很难 我的状态不好 自然也就影响到了我父母 他们对我除了担心 就是担心 父母也多次 给我介绍了一些女孩 其实我都一口回绝了 都说忘记一段感情 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新的情感 我决定试试 也让他们开心一些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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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比赛 欣儿来找过 她希望我能说服她爸爸 参加她的运动会 如果连女儿这么一个 小小的要求都满足不了 那这个当爸爸的 也实在是太不正直了 其实离婚之后我很难过 婚姻失败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对 吴远红是背叛了我 但我何尝不是因为工作 常常忽略了她 所以这个事不好说 是啊 可是现在最无辜的就是姓儿 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啊 总想方设法地寻找真相 但一旦真相放在你面前了呢 你又不能去面对 所以有的时候被隐瞒被欺骗 也是件辛苦的事 可是有些事情隐瞒得越久 当她暴露出来的时候 伤害就越大 当你不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你也算幸福的 可是我始终认为 人活在世上 就得坦然地去面对一切 不管是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这都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 对 你说话一套一套的 行了 不说别的了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好 我去吧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现在我们都是同病相连的 有很多话都能说 我得了这个病之后 我治过很多次 但是都失败了 我是过来人 所以我很了解这种痛苦 而且我现在投资了一个 生殖研究中心 专门研究治疗 不孕不育的技术 现在这个项目 发展得非常好 技术已经在世界前沿了 其实造成这个毛病 不光有先天因素 后天也有影响的 包括那个辐射过量 环境 工作压力都有影响 其实投资这个陌生的项目 我不为别的 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换车 能完成当父母的愿望 主欣 我想你也来试试 可现在尝试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不尝试一点机会都没有 这跟你结不结婚没有关系 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 我叫小雪 你是柳志文是吧 对 大家时间都挺紧张的 直说吧 我这人呢 对什么年龄 身高 外貌学历 都没什么要求的 我呢 更注重一个人的经济实力 啊 可以理解 那 蒋小姐 你对经济实力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有车有房有存款呢 是这样的 我呢 是练舞蹈的 你们家的照片呢 你妈妈也给我看过了 挺不错的 还有个小院子 房子呢 在这点上是已经达标了 就是这车 听说是单位的是吧 单位的车 这你说我们俩重新组家庭吧 这用单位的车 可能不太适合 你说我这要求也不高吧 重新买个四五十万的车就可以了 这颜色呢 让我挑就行 至于存款 我到时候会给你我的账号 你每个月呢 把你的工资啊 我的要求大致上就这样了 你呢 说说你的吧 我就一点 蒋小姐 能尽快给我生孩子吗 生孩子啊 我我我妈没跟你提这事 这都没人跟我说过要生孩子呀 我还年轻呢 再说了 我可不想为了生孩子 把我这么好的身材给毁了 也是 那蒋小姐的意思呢就是 这这 近期不能生了是吧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这如果你们家肯给我包个 一百万的红包 那我也是可以考虑抛妇产的 你好 你好 我约了黄教授的 我叫易如新 好的 您那边坐一会儿稍等一下 好 赵总已经介绍了你的情况 你的相关病例呢 我也看了 目前针对你的这种病情 德国的专家探索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可能会降低体内精子抗疾的浓度 增加受孕的几率 但是整个治疗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这一点呢 我要提前告诉你 同时 这种技术还在研究阶段 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 你可能是我们国内第一例实验 我也无法保证一定有效 你是否愿意尝试呢 我愿意 好 别看见没完了 回来了 儿子 这个桃 你那么爱他 为什么不把他留下 为什么不说心里话 你深爱他 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 你那么爱他 为什么不把他留下 为什么不说心里话 这是高兴的还是痛苦啊 太吓人了 神经了 哎呀 这 你该不会脑子出问题了 你别吓我啊 不会 就是 哎 就是 为什么 这一眼 你有没有看过去啊 哎呀 天哪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呃 今天在这方面的技术啊 可以说是国内一流的 而且赵辉也会给你安排 一流的团队进行操作 不过呢 呃 这不代表就没有风险 或者失败 你要做好全方面的心理准备 不仅要接受成功 也要承受失败 我知道 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哎呀 不光是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而且身体上 也要做好承受痛痛的准备 哎呀 能痛到什么程度啊 能痛到什么程度啊 疼到你叶大律师 不可承受的程度 你是不是在吓唬我 你觉得我在吓唬你吗 我觉得你在挑战 我的心理极限 那你放马一试啊 志文 哎呦 张姨 这位是余锦胸余小姐 余锦胸余你好 我柳志文 好 张姨坐一块喝她这个 不了不了我不喝了 你们慢慢聊吧 好吧 行 我先走了啊 慢走 再见啊 慢点啊 坐坐 我这人啊不太看重钱 因为我有钱 我不想依靠男人 可是啊 我就喜欢那种长得帅的 一看就有感觉 就像你这样 好 余女士满意就好 那我也说说我 我的要求啊 好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一点 不好意思 宝宝的电话一定要接 喂 小宝 你和妈妈在干什么啊 妈妈在相亲呢 看着了 这个叔叔啊可帅了 你上次那个叔叔帅 嗯 好 妈妈一定给你拍张照片 让你哥和哥哥妹妹 看看喜不喜欢 嗯 好的 拜拜 哎柳先生 给我拍张照吧 哎呦呦呦 我拍照就算了 哎呀 我就都答应孩子了 就算帮我个忙 给我拍一张 哎柳先生 你都不笑啊 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笑一个 笑一个啊 哎 你看 你拍得挺好的啊 挺帅的 你眼睛挺漂亮 这嘴也挺新的 哎 你嘴角是不是有颗质啊 放大看一眼 不不不不 你是不是 你你你我回去慢慢看啊 好啊 咱们还是说正事 好吧 时间都挺紧的 嗯 好 好啊 我刚才听你打电话是说 有个婚室是吧 你 啊对啊 我结过两次婚 有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 一个闺女 啊 哎呀那 还是个 大家庭啊 哎 嗯 我刚才 张一也没跟我说起 是这样的 与你是我 我 如果说咱们继续往下走 组建家庭的话 我还是希望 能有我自己的孩子 明白吧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我特别喜欢孩子 要是咱们结婚啊 一结婚我就生 你看 家里四个孩子多热闹啊 四个孩子 凑凑麻将了 三个孩子 挺好 我回来了 哎呀妈 他爸 这孩子真病了 病得还不轻 今天是我们相识的纪念日 我一大早 就来到了这个 我和如新 相识的地方 幻想着 能遇到他 哎妈 呃 我在外面呢 啊 行可以没问题 可以可以 可以 什么时候 这 这太快了吧 我尽量吧 好吧 好好好 嗯嗯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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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赵岚 赵岚 你好 柳志文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啊 到处修路堵车 没事 我这会儿没闲着嘛 这本书我都看三分之一了 宝贝 战争 鹰子那本啊 网上特火 对啊 因为我不喜欢在网上看 我还是喜欢看书 这样比较真实 这 这好像倒不像 八五后的风格 我先跟你说一下 我就自我介绍 不用 你的基本情况 我妈电话里都跟我说了 那见到真人之后 比她电话里介绍的好得多 我还是先 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叫柳志文 三十出头 是永江都市报的一名记者 婚姻状况离异 前妻是名律师 详细情况在网上也能查到点 我经济情况是这样的 中等 不好不坏 在我名下有一套房产 建筑面积一百九十二平米 使用面积一百六十八平米 后面带一小院 如果你喜好运动的话 做一些瑜伽压腿的地方还够 对了 没贷款啊 全款够制 有一辆车 但是单位配的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呢 婚后咱们可以自己再买 哎 目前 最好价位别超过三十万 颜色随你挑啊 都可以 存款这方面呢 就这么办吧 你给我一个账号 我以后的工资就直接打你账上 只要你按时给我生活费就行了 我其实对另一半的要求很简单 就一条 能不能尽快给我生孩子 这个特殊的日子 对我来说 是怎么也不可能忘记的 可也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记忆 与其他人没有关系 今天我最后一次来 算是给自己一个安慰罢了 你 也喜欢玩用脸 你也喜欢玩用脸 不会这么巧吧 我前期 跟你一样 也有这习惯 尤其是在 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经常靠抛硬币来 来决定 你们记者嘴里应该都没有什么实话吧 是这样 我不是那些小报的娱乐记者 我是做新闻的 可信度还比较高 好 那么你们两个人离婚 也是他扔硬币决定的 那你来跟我见面之前 也抛硬币吧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 抛硬币只是一种心理暗示 当你 当你 把这硬币抛向空珠的那一瞬间 可能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 你自己真正想要的答案 你说呢 对了 你不是记者吗 那你拍照片的技术一定很好吧 还行吧 那你能不能给我拍两张啊 有这么漂亮的模特 我很荣幸 但有一点啊 我这人 收费略贵 随便你 多少钱都行 我又不差钱 好 又一个不差钱的 你也开不开心啊 蓬蓬 开心 臭了吗 臭了 好 走 你对坐着可以来的 馨儿 今天就看你的了 上车 我 快 不 谁让你来的 你来干嘛 跟你走 你不找我报警了 是我叫爸爸来的 学校让我们跟家长参加运动会 新婉儿 行了 妈妈来了啊 就让妈妈跟你一块儿参加吧 我正好有事 我先走了 爸爸 我要你陪我去 给我回来 站在那干嘛呀 走啊 赶紧走 何必呢 馨儿我告诉你 是她不要我们了知道吗 你不许跟她走 爸爸你要走带我一起走吧 妈妈整天喝酒都不管我 你带我走 哎 干嘛你 你喝多了是吧 别那么冲动 冷静点行吗 谁喝多了 我告诉你 你不是馨儿她爸 说什么 我说你不是馨儿她爸 再说一遍 她不是你女儿 她是我跟别人生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闭嘴 你不是馨儿她爸 馨儿不是你的女儿 是我跟别人生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要 перед为了 我可以拿稾巴巴味 我不能这样 我可以掩押了 我快点灯 开始 配方的 我很快的 我可以掩押了 你吗 我可以掩押了 我可以掩押了 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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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又疼了 不过说实话 今儿 我看黄教授给的你那个 化验报告了 这个指数 真的有所下降了 是啊 黄教授还说 只要再降低百分之十九 我就可以正常受孕了 你怎么了 你看着我干嘛 说话 你跟谁受孕呢 你管的 对了 赵辉 真是功德无量啊 我倒是觉得你跟赵辉不错 你看啊 你俩青梅猪马 都是单身 还没孩子 考虑考虑 行了 你别琢磨这事了 你看 都几点了 赶紧去接蓬蓬吧 光顾我给你聊天 忘了 你要吃点什么 回来带给你啊 都行 嗯 嗯 那行 小姐撕一下啊 好 谢谢 你亲的眼睛 嗯 谢谢 谢谢 嗯 我帮你给看一下 戴志文 是 嗯 到时候等你放假了 我们两人一起去海边度假 好不好啊 你看我戴这个好不好看 老空 老空 你快看那边 海边那男的 那么慢 有八块夫妻呢 嗯 哎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别别摘 我看 嗯 挺好 真挺好 就是有没有那种 见变的那个可能更适合他吧 再看一看 好像我在那儿刚才看见 看见了一个 帮我拿一下 帮我拿一下 带 弄 你要的水 哎 我不要了咖啡吗 你们这咖啡是透明的呀 拜托小姐 您正在接受治疗呢 能喝咖啡吗 别人不管你 我是医生 我得管住你喽 你凑点喝吧啊 对了 我一直忘了跟你说了 你猜我看见谁了 谁啊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柳志文 怎么了 怎么啦 她跟一女的在一起 而且是年轻漂亮的姑娘 那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 就着嘴角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 我祝福她们 我祝她们幸福 我祝她们幸福 那也不至于那么大度吧 行了 得了吧啊 我现在已经够难受了 你 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您这女强人 您这女强人 终于知道什么叫难受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个治疗对身体的痛苦啊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就不信 实话告诉你吧 我曾经见过 接受这种治疗的病人 那是被推回病房的 也就是你 死扛 我看你扛到什么时候 那说明我皮事啊 再说我身边 有一位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 给我端茶倒水的 我就不觉得那么痛苦了 真扛不住的时候 我看你还笑得出来嘛 我电话 你帮我拿一下在包里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赵辉 喂 什么 吴远洪被车撞了 行 好 又是自杀吧 这回真不适 这回真不适 宁可 质温 我真没想到你回来 爸 总编说你要走 我曾经答应过云可一句事情 所有必须来 天卡 嗯 还记得上次叔叔答应过要教你玩游戏过关吗 记得 可现在叔叔还不会怎么办呢 不接嘴不接嘴 没关系 咱们有这个 叔叔把好多游戏的公关秘籍都烤在了这个U盘里 来 把手拿上来 你有了它 以后打好多游戏就会所向披靡 同是个长盛将军 云可啊 你现在是个小伙子 跟你说点心里话啊 每个孩子 都会有自己的爸爸妈妈 云可也一样 只不过是因为 一些特殊的原因 云可的爸爸可能 不能长期陪在云可身边 不过他还是爱你的 那我爸爸什么时候才能来啊 嗯 这个我不知道 也说不好 不过没关系 我相信我相信肯定有一天 他会回到云可身边陪云可玩的 真的 嗯 而且 你还有我呀 对不对 嗯 有志文叔叔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叫我志文爸爸 好吗 好 好 给我五个 好小伙子 上车 我也不知道刚才跟他说那些 他听得明白听不明白 其实我自己脑子里也挺乱的 我怕看云可的眼睛 那种期盼的眼神 韩静 你知道该为他做些什么吧 对不起 对 志文 对不起 我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 记住了 你是云可的母亲 以后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要替云可考虑一下 好吗 谢谢你 志文 我希望你不会恨我 有爱才会有恨 我不恨你 我了解 不过志文 咱们这一分开 不知道得多少年以后才会再见 不过我真心地祝福你和如新 能幸福下去 谢谢 一路平安 听王教授说你最近情况有些好转是吗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不管怎么样 真的要谢谢你 谢什么呀 对了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今天我去医院看过吴远洪 医生跟我说 她的病情比较稳定 有好转的趋势 我明天也想去一趟医院 那带杏儿去吗 不了 我一直没让杏儿去 就是怕让她看见她妈妈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有些事情迟早是要面对的 是瞒不过去的 妈妈 妈妈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不知道 妈妈伤害都很严重吗 杏儿 爸爸明天带你去医院看妈妈 我应该没有 对了 自己的兵制 不能让她不让她担心 你要让她担心 你会来 调整个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拜 去吧 拜拜 拜拜 哥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去 我今天跟杏儿去医院看了吴远红 我陪你喝点吧 喝点吧 喝点吧 哥 我觉得 我觉得 杏儿太可怜了 是啊 你跟吴远红 你们俩都是大人 就算再痛苦 再难受 总有解决的办法 你们俩一离婚 你们俩一离婚 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可以寻找自己新的感情 可是杏儿呢 他的痛苦怎么办 总不能给他找个新的爸爸妈妈吧 哥 哥 我觉得杏儿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家 一个完整的家 不光是杏儿 你也是 还有吴远红 来 我今天 陪你好好喝点 喝吧 很久没有这样喝过了 是啊 吴远红还在医院 还没醒过来 杏儿知道了吗 知道了 那他现在的情绪怎么样 还好吧 我把他接到家里住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啊 不用了 这段时间你也帮我很多了 希望吴远红的没事儿 希望吴远红的没事儿 要不然杏儿就太可怜了 我也这样希望 刚才听得真的很好看耶 我觉得德福简直演什么像什么 怎么样你喜不喜欢他 我对帅哥没什么兴趣 那你一定选克鲁兹吧 他可是大美女啊 对 他挺好的 不过就是 嘴好像稍微大了点 看来你是对这个片子不感兴趣 真是的 白费我选片选了这么久 不不 这跟选片没关系啊 选得很好 整个片子都挺不错的 下礼拜还是你选 你就是选动画片我也给你看 嗯 那我送你回家 别着急这么早回家 我上次在这边看到裤子 特别适合你 我陪你去看一下 不用不用 这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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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你有志文的消息吗 我可是替你挨了一拳啊 真是不好意思 给你添麻烦了 现在心情好些了吗 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 但是这个世界啊 谁离了谁都能活得下去 时间真的可以摆平一切 对 有道理 哎 兄弟这个很好看啊 为什么不买啊 好吗 我觉得那衣服 真巧 是啊 你把我要说的话抢了 这是你的朋友吗 叶如心 赵辉 你们好 你好 你就是叶如心啊 我常听这文提起到你 你好 好 还有事儿 我们走了 好 你只能在梦中抱怨 你只能在梦中抱怨 你 我許一定有也看不起因为你 一ザ anderes 是的 你只是被林默都潜 你知道吗 借我解释的堆在票间 再不许提一次分别 生命的月下时间 我全部用来陪你 到老的那一天 站立爱情之高点 十年抹一剑 为了爱沦陷 突破爱情的防线 换一个蓝天 再没有笑颜 断的感情线 再掌心抚远 再眼神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